好明姐剛剛看到南海的對立跟衝突 事實上還在拉高 美國國務院今天非常罕見的 直接嗆中國說 只要再繼續囂張 將會直接動用武力 對這一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 是赴美訪問跟這一個 美國總統拜登會面之後 雙方發表了一份這個美菲的聯合聲明 而這份聲明裡面就強調說 如果今天菲律賓的基建 在南海遭受到這個解放軍的武力攻擊 那美國將會引用1951年 就簽訂了美菲共同防禦協定中的第四條 那美方也會動用武力來協防菲律賓 那當然這樣的話講得很重 主要也是在警告 最近在南海 我們看到這個中國 剛剛畫面上也看到海警船不斷的阻止 菲律賓相關海上的運捕行動 那美方這次還承諾說 將會派更多的巡邏艦 那這一個跟菲律賓共同來聯合巡航 那除此之外 也會提供C13栋的運輸機給菲律賓 那除此之外 這個小馬可市這一次赴美行程 還訪問了五角大廈 那跟美軍相關的會談之後 強調說未來不止 美菲要採取共同的南海的聯合巡航的活動 同時還要建立一個叫非日美 跟這個非澳美 三方模式共同在南海巡弋 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來共同遏止 解放軍在南海步步的禁閉跟挑釁 那除此還有包含像這個太平洋司令 這個帕帕羅 那就提到說先前 這個我們看到解放軍很多的船艦 特別是阻止 菲律賓這個海巡像 這個仁愛礁 這裡有過去來講 有一艘這個菲律賓本來 過去的這個兩棲登陸艦 馬德雷三號在這裡 坐攤 那持續要向這個地方進行運捕 那一再遭到阻攔 甚至先前用這種軍用雷射 去造這個菲律賓的海巡隊員 那當然菲律賓除了抗議之外 現在太平洋艦隊 也準備可能會派艦來進行 相關的這個運捕 來協助菲律賓等於說 進行突破的一個行動 那當然除了南海的部分 台海的部分也是這一次 美飛這個聯合聲明中間 談到了一個重點 那特別是中間也列入說 台海的穩定是全球安全繁榮 穩定的要素 那台海這個部分 其實連這一個菲律賓 駐美國的大使 這個羅牧師都談到說 如果今天台海有事 也代表菲律賓有事 也是東南亞有事 所以這一個菲律賓的前參謀總長 這一位叫包蒂斯塔 他也坦言說 先前這個菲律賓 新提供給美軍四個使用基地 那中間當然 有三個離台海非常的近 那他提到說 會有這樣的做法 主要第一個 過去2012年 雙方簽訂的 這一個美飛加強合作 軍事合作的協議中間 為什麼會提供美軍使用基地 主要是因為 2012年當時的時空背景 因為菲律賓的黃岩島 被中國強佔 那菲律賓當然也擔心 未來在這個旅宋島 北面的這些島嶼 可能也會遭到中國武力侵犯 所以這次為什麼連巴丹島這個地方都列入美飛肩並肩的聯合軍演的範圍 他認為說這都是有當初的典故 因為擔心黃岩島事件在巴丹島也重演 那當然他也坦言說 當然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這一次提供的這些美軍使用基地離台海非常近 也表示菲律賓當然有在針對台海有事做應應 那當然除了這些外交跟軍事上面新的指針的延齡跟合作之外 我們順帶一提 先請外界關注 那當然美飛歷來最大的兼併兼併聯合軍演 其實重頭戲在後頭 剛結束的有一段這一個實彈演習 就是說實彈的集成的軍演在南海首度進行 那不過這一個實彈的演習 到最後集成這一個靶劍的 不是海馬式M142多光火箭 而是F-35B密宗戰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演變 其實這個中間過程 就是說菲律賓當然也出動他們的這一個 包含像他的藥物的這個榴彈炮 或者是他自己的相關的武器 在對這把船進行射擊 不過這M142海馬式多光火箭 當時確實準備了6枚M30A1型的這種射程台 70公里的火箭彈 那不過我們知道火箭彈的基本上 雖然有GPS導引 但是它的一個本身並沒有 追蹤目標的能力 所以它這一次美國陸戰隊強調說 是透過這樣的演練 在進行所謂一個叫殺傷鏈 Kirchen這樣的一個演習 那就是由F-35B或者空中的MQ-9 來增獲這個海面上的目標 然後迅速的透過資訊鏈路 傳遞給地面的這些火炮 或者是海馬式多光火箭 那海馬式多光火箭 當然連續發射了6枚這樣的一個火箭彈 但是實際上只有接近船艦 並沒有本身命中 那美軍特別出來講 其實他們也不遮醜啦 說這一次的演習主要是說 因為這個獲得目標到發射火箭彈 其實只有短短5分鐘 那特別是這一艘靶船 它並沒有固定 它是海上在漂浮跟移動 所以要打移動目標的確很困難 那最後由F-35B-0 出動它的這個GBU-12的雷射導引的炸彈 還有JDAM 供數媒 那從空中精準的就把這一艘靶艦給集成 那美軍也特別出來講說 如果今天只是單純要把船艦集成 對美軍來講其實絕對不是困難的事 特別是如果今天要用從水下 用Mk48重型魚雷也好 或者是暗置這個 或者空射的這個魚叉飛彈 都可以很容易的把這一艘靶艦集成 那等於這一次 為什麼會動用海馬式多光火箭 就是在演練所謂的殺傷鏈 那同時也作為未來 這個相關集成演習的 這個修正的經驗跟紀錄 那除了這個菲律賓美國之間 那共同在這一個加大軍事的合作之外 近期還有包含像澳洲 也這個派遣了一架 叫KC-30A型的這個空中加油機 那遠赴這個日本 去跟日本的空中自衛隊 進行聯合的空中軍演 那主要的一個目標就是說 演練用澳洲的空中加油機 去替日本的這個智慧隊 F-15J進行空中加油 那KC-30A基本上 他可以進行硬式跟軟式的加油 那所以等於說 F-15J跟他是可以相容的 那過去其實這項演習 已經秘密進行了一個月 那中間有白天也有黑夜 那雙方將近有325次 雙方在空中透過空加油來接觸 那KC-30A一次可以 等於說加滿100噸的 這個空中的燃油 那換句話說這樣的演習 也在測試說未來 如果今天真的台海有事 或者是日本自衛隊 要出動的情況之下 各國的這一個 不管是加油機也好 軍機其實都是美系的這個系統 都可以進行相互的資源 這些部分 當然也都在應用中國的武力威脅 明姐剛看到朝鮮半島 雙方都在加碼核武的同時 美軍事實上也有可能部署轟炸機 對這個美韓這華盛頓宣言中間 美方承諾將會吵這個向南韓派遣 包含這個戰略核潛艦 二害二級的這個彈道飛彈核潛艦 那現在這個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 威爾斯巴赫又進一步加碼 談到說美國也正在考慮 未來可能會定期 那派遣B-52H轟炸機 或者是這個B-2A的逆中轟炸機 那進駐南韓 那這兩件事情加大在朝鮮半島 美軍核武的這一個部署 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一件事 但是其實我認為背後 完全是有不同的戰略目的 那我們先談 其實包含部署這一個 二害二級的戰略核潛艦 我認為如果今天只是為了 應對北韓的核武威脅 其實殺機不用牛刀 不需要用到這個所謂美軍核武裡面 最強大的這一個 二害二級的戰略核潛艦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先前大概分析過 就是說今天 美軍的二害二級戰略核潛艦 當初他的設計是為了主要 用來打擊這個前數鏈時代 他這個數量非常多的 龐大的這一個地下的 這個陸基洲際彈道飛彈的發射井 所以他有這一個分導彈頭 就MIRV 重返大氣層分導彈頭的設計 所以像這個上面部署的 這個24管的垂直發射器 可以發射的這個三叉戟 二型D5 基本上來講 可以攜帶4到12枚的這個分導彈頭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分導彈頭 就是要同時能夠一次摧毀 為數眾多的這個地下發射井 所以當初的這個威力 設計的如此的強大 主要是應對這個蘇聯的 數量比較龐大的核武威脅 我們如果以現在 他平時戰備巡弈來講 他24枚發射管 基本上只有攜帶20枚 那通常上面他的分導彈頭 雖然最多可以帶到12枚 但通常只有帶4枚 如果用20枚乘以4個分導彈頭 基本上有80個核彈頭 如果今天又是攜帶 W88中47.5萬噸 核當量的這個核彈頭來講 先前我們談到說 一艘這個二亥二級戰略核潛艦 就可以摧毀整個北韓 那更不要講 如果他全裝的時候 24枚全部裝滿 加上12個分導彈頭的情況之下 可以攜帶高達288枚的核彈頭 那甚至可以摧毀北韓 不知道幾次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只是因應北韓 目前開發最多有30枚核彈頭 特別是戰術核武這樣的一個 或者威力 基本上根本不用動用到 二亥二級戰略核潛艦 這種所謂核武上面的牛刀 那特別是他的這一個 三叉子幾二型 D5他射程還遠達1.2萬公里 其實我們先談說 他從美國軍港 就可以直接打擊到北半球 所有他打擊的目標包含北韓 所以換句話說 真的要攻擊的時候 他一定潛伏在大洋 不需要直接開到南韓的軍港去停靠 在這麼接近北韓的地方 反而是無用武之地 所以換句話說 背後我要強調的是 部署戰略核潛艦 特別是二亥二級 主要背後劍指的其實是中國 也就是說在北京面前 特別藉由南韓的 這個同意的情況之下 直接把這戰略核武器到 這個北京面前來大秀 美軍的核機肉 那主要用意 也在警告這個習近平 不要輕易在台海清起戰端啊 否則絕對也是在這個 強大的核武的威力的這個攻擊 把這個範圍之中 那所以今天呢 如果真的要針對北韓的核武威脅哦 接下來這個美國太平洋空軍 派請可能B52H或B2A的轟炸機哦 可能針對性就會比較強烈 因為基本上來講B52H或B2A的轟炸機 特別是B2A先前已經驗證過 可以攜帶B6112哦 這種MOD12的這空射的戰術核武哦 基本上他的核單量 可以小一點5000噸哦 或者到這一個5萬噸之間 那可以用這種戰術核武 其實就足以打擊 甚至摧毀這一個金正恩的政權 那同時不要說根本不需要動用到核武啦 如果以美國駐南韓的這個軍力 甚至南韓自己也不斷的開發 包含像旋武2型旋武3型 不管彈道飛彈或巡弋飛彈 或者跟德國採購的這種金牛做的空射巡弋飛彈 都非常的精準 基本上就可以哦 把這一個北韓的核武把它摘除掉 所以要講說 用核武來嚇阻 其實表面上當然是做給北韓看哦 所以你看北韓現在急著跳出來嗆說哦 已經雙方達到這一個核戰邊緣 不過我認為北韓也不用急著自己對號入座 因為包含像這個二亥二級戰略核潛艦 真的進駐到南韓 我認為都是跟台海聯動有關哦 那特別是我們看到過去哦 基本上來講 美軍其實早在1958年哦 就首次在南韓部署 所謂的這一個戰術的核彈 那一直到1991年才撤離哦 1958年這時間點 其實我們觀察非常的 這一個敏感主要在於說當年台海就發生1958年的金門炮戰 那時候同時間 美軍在南韓部署戰術性的這個核彈頭 同時也在台南 台灣的台南進駐12枚屠牛式的戰術導彈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美方是同步 在這一個管控朝鮮半島跟台海的危機 換句話說 今天如果台海有戰爭的危機 可能會連動到朝鮮半島 反之亦然 所以今天在南韓部署 核武的一個用意 我認為背後最主要還是首要用在這一個 這個避免台海戰爭的爆發哦 那當然對於這些核武的威責 核武的這個肌肉 持續的 向中國甚至這個北韓 當然俄羅斯的用意也有展現這個核威責的能力 那近期還有包含像美軍也罕見公開哦 先前他4月份曾經在這個 加州把范登 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 試射一枚義勇兵三型的洲際彈道飛彈 還是非常精準命中哦 這一個馬哨群島的把去哦 那不過這次最特殊的是說 他透過16B哦 這一型叫做末日軍機的 空中的水星哦 這一個核戰通信指揮機 來發射哦 這樣的地面陸基的洲際彈道飛彈 而且美國軍方也罕見把整個畫面曝光哦 那這個部分主要也在驗證說 美軍的核武殺傷鏈哦 不管是這個美國總統 從他地下的政軍指揮所發佈 這個核武啟動的命令也好 或者從空中的空軍一號 都可以透過16B直接傳遞 這一個核戰的命令 那順利啟動地面的這個陸基核武 進行所謂的攻擊 而且他這畫面非常特殊哦 你看到 有兩名這個核戰的發 核武發射官哦 其實在16B裡頭的座艙哦 同步的用鑰匙同時啟動 而且他那個畫面 這我觀察我覺得其實是蠻輕鬆 因為旁邊還放了一瓶 喝到一半的可樂哦 沒有收起來 表示說他們其實對於這樣的一個演練 已經細鬆平常也非常的熟練 那當然主要目的後面又配合了一段 這一永兵三型在夜間直接發射的畫面哦 一永兵三型同樣 他射程可以遠達1.2萬公里 換句話說 從美國加州也可以同樣 襲擊到北韓的核武基地 那更不要講俄羅斯跟中國 也在範圍之中 那當然最後還有包含像 最近除了核武的威力持續哦 這個身高加大之外 這個美國空軍部長肯戴爾最近在眾議院 也再一次哦 被問到說美軍開發這高超音速武器哦 的這一個步伐 是不是有可能 特別中間有一型叫ARRW 我們畫面上看到 由B-52H先前空中測試哦 這個HM-183A哦 那有成功也有失敗 那因為他這一個 等於說開發的速度相對來講比較慢哦 那所以三月份的時候 美國空軍另外一位官員 其實曾經說這一項計畫 已經胎死附中 不過最近美國空軍部長可當然又講說 要重新來進行測試 而且完成測試之後 還是有機會哦 採購這型飛彈 那這型飛彈呢 主要他射程目前來講 美方曝光的訊息 大概可以遠達1600公里 那最重要是 他彈頭 他會這一個發射出去 彈頭打開裡面有個HGV的滑翔彈頭 基本上射程可以到1600公里 末端的速度甚至可以高達20馬赫哦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防空系統可以防禦哦 那當然除了這一型高超音速武器的開發之外 另外還有一型 HAWC哦 就是屬於這一個超燃充壓引擎的 這樣的一個HCV的高超音速空射型的飛彈 也已經測試成功 另外更不要講LRHW的這種暗音哦 這美國陸軍已經開始部署 他的射程更遠達2772公里哦 如果今天部署在關島 其實可以直接襲擊到中國大陸 那更不要講美國海軍同步在開發CPS哦 這種潛射型的高超音速武器哦 那未來部署在駐把特級上面 預計2025年要測試完成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全面哦 在加拿大對中國的這些核武規則的力的同時 也在加速高超音速武器的這個發展 明杰剛講到美國事實上對於中國步步進逼 而且是在圍堵第一島鏈的過程當中哦 越堵越兇的同時 CNN今天揭秘的中國發展的秘密飛艇 事實上在算的就是今年2月份間諜氣球這一筆帳 對我們看到這個CNN獨家揭露哦 那這一個衛星照那中間有談到 其實這一張衛星照應該是這個美國的Black Sky哦 這個商用衛星哦所拍攝到哦 那時間是在去年的11月 不過這一個這張衛星照上面曝光的是 有一公里長的跑道 位置大概是在這個中國的西北沙漠哦 那還有900英尺的這一個機庫哦 那中間比較特殊的是說有一艘哦 大概長100英尺的這個飛艇哦 首度曝光 其實我對比哦相關的訊息過去 其實去年美軍曾經曝光過說在新疆哦 中國的新疆有一個叫博斯騰湖哦 當時就被拍到有一個儀式大型 這一個飛艇的機庫 但是沒有拍到飛艇本身 那這等於是首次哦 這個中國在這個研發的這個空中 所謂平流程飛艇哦 首次在這裡進行測試跟曝光 那美國的航台專家哦就談到說 這一艘飛艇看起來哦 當然細部看不清楚 但是看起來有獨立專用的這個推進系統哦 可能跟中國先前的間諜氣球上面有一個 這一個螺旋槳哦 可能要來的更加的先進 同時他的導航哦 可能可以掛載更多的設備 那這個部分哦 他形容說這如同中國在打造天空的潛艦哦 那這當然過去我們其實談過說 類似的平流程飛艇 他最大的優勢哦 除了剛剛講造價便宜 比衛星還要廉價之外 最重要是說他不容易 因為飛行高度很高哦 6萬可能到12萬英尺的高度 不容易被傳統的這個 對空的雷達所發現哦 所以可以秘密潛伏這個隊 特別是向美國的軍事基地 進行所謂的空中的這個偵查 那這部分其實過去哦 中國內部不會言哦 類似這樣的平流程飛艇 其實有陸續幾 幾艘其實都已經曝光 包含像有一艘叫追雲號哦 那都已經說環球一周過 同時還有像這個天橫號 圓夢號的飛行高度都可以到6萬英尺以上哦 那曾經也在中國的西北的高空 進行所謂的測試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持續類似這樣子 空中哦 徵兆的平流程飛艇的研發 看起來哦 並沒有因為哦 這個中國間諜氣球 入侵美國領空 然後被擊落之後而有所停止哦 那當然最近非常巧合的是說 除了哦 先前被擊落氣球之外哦 那NBC也引述我華府官員透露說 最近其實又再度發現一名不明的這個空中 類似也是間諜氣球哦 那在夏威的附近空域 在這邊這一個空中飄盪 那美國其實一週以前發現 就已經在空中追蹤 不過這一次會不會擊落 目前還要看情況而定哦 因為第一個 他飛行的高度大概是3.6萬英尺哦 然後同時他還沒有真的 入侵到包含像夏威夷 譬如說他敏感的這個西肯空軍基地 或夏威夷珍珠港基地哦 所以美軍還在全面的監控跟這個觀察 是不是要把他擊落 但從這些案例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從今年2月以來哦 陸續還有多美的這類似的 中國間諜氣球 都還是在全球各大洲發現 所以類似的空中的 滲透其實也看得出來哦 這一個中國應該還會持續來進行 那美國當然會藉由這些哦 實際發現的這些案例曝光之後 來警告中國 同時哦 可能也會利用這樣的方式哦 來跟中國算賬 那除了剛才講到說這個空中的這些偵查行為之外哦 其實我們最近觀察哦 整個東亞的局勢哦 可以從今年以來觀察看到說 這個呃 等於說有不管從日本台灣到這個菲律賓 甚至南韓的領導人都紛紛訪問美國哦 那雙方不管是在談軍事或外交的上面的合作 可以看得出來整個美軍在東亞的布局 其實透過從這一個韓日台非四個國家的合作 已經竄起一道非常堅固的這個對中的捆農所 那這一個部分哦 其實分別除了領導人的互訪或者是互動之外哦 軍事上面的合作其實更為明顯哦 那我必須要談的是今天有個新的發展 就美台之間哦 除了有25家的軍軍火商來台灣訪問之外 其實這個非常罕見的 昨天哦 美國媒體曝光說美軍特戰司令部哦 動用了這個第75游擊兵團哦 配合160的這一個 等於說他的空氣航空團 等於在這一個布拉格堡進行一項哦 直接哦 就是點名以解放軍為假想敵的這一個 等於說兵力援助台灣的演練哦 這樣的一個軍事合作 在過去來講確實是比較少見 但是其實在早之前哦 你看到美飛的兼併兼聯合軍演哦 在巴丹島離台灣只有200公里距離 當時派了4架的CV2-2的輿銀機 其實同樣是搭載這一個美軍的特戰部隊 我認為更接近在台灣實地進行 所謂的兵力援助的演練 那這個部分 我們比較出乎意料是說 先前大家都保守評估 認為說如果今天台海有事 美軍可能比照烏克蘭援助的做法 一個是提供武器 一個是情報上面的資源 或者是在外圍以海空的兵力 來支援台灣 但是現在看得出來 連地面兵力的派遣都已經列入 相關的計畫之中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更不要講美日美韓的聯合軍演之外 最近在韓國也進駐 所謂的這個戰略性的核武 二亥二級的核潛艦 等於說這一道捆農鎖 從北到南 全面的都在包圍中國 好我們稍後回來 請教青龍大哥 美國事實上在加大核武威者的同時 美韓軍事同盟 然後這個禮拜 這個媒體也追蹤傳出來 5月7號岸田文雄 準備要訪問這一個南韓 日韓這一回合的外交跟結盟的關係 也會更加的緊密 雖然美國現在幾乎是 也難打造出一個新的架構的 亞洲小北約 那很大的核心 能然是在圍堵中國跟俄羅斯 對我覺得 東亞的情勢 在過去這一年 真的變化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如果我們要講出一個時間點的話 當然第一個是因為去年2月的 俄烏戰爭 所帶動的一個聯手 還有一個不要忽略的 是去年8月解放軍對台灣搞封島演習 那麼所有的變化都從那個時候開始 再加上韓國跟菲律賓的選舉 改朝換代 它有國家的路線發生的變化 那麼因此我們現在看到 從東北亞 從朝鮮半島到日本 也就是說美韓 美日 然後包括美台的軍事合作 包括美國跟菲律賓 還有美國跟澳洲 整個從南海 台海 東海 黃海 整個的四海連動 現在發生了一連串的一個變化 而當中最核心的 也是最近的 最聚焦的 當然就是您剛提到的 這個東北亞地區 那麼東北亞我們知道 過去美韓 美日 合作關係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談到所謂的小北約 這裡面就牽涉到美日韓三國 能不能串街錢 也就是說能不能有一個三國的軍事同盟 那過去最大的障礙 都是日韓之間的問題 那麼也因此 你會看到美日的聯合軍事演習 美韓的聯合軍事演習 而且美韓聯合軍事演習 在文在寅的時候還降級了 但是呢 你沒有看到美日韓三方面的 而這一次 這個在美國已經跟韓國談妥 準備要在韓國進行一個 包括核導彈潛艇的部署 還有一個戰略轟炸機的一個部署 這個叫海空核威射 那麼剛剛前面他們幾位都談過了 這不只是針對北韓 也包括對中國跟俄羅斯 甚至包括對台灣 台海情勢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掌握 那麼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步 為什麼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時間 有這麼大的變化 就是因為日韓關係發生的變化 那麼這當中啊 由美國的用了力量在兩國之間 但是也是因為啊 兩國開始產生的意願 因為來自北韓的核威脅 不只威脅 南韓也威脅日本 他們共同有感受 另外中國的擴張 剛講到 從去年八月 對台灣的封島演習 這個飛彈 甚至飛到日本的這個領域 等等啊 這些影響他們都看在眼底頭啊 所以也因此我們看到 這個啊 這個 影席業上任了之後啊 他就講了說啊 你不能夠啊 說要求日本 為一個一百多年前的一個歷史的事情 一直道歉到現在 好像兩國永遠都 必須要留在過去 不能往前走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態度啊 然後呢 他今年的三月已經到了日本訪問 然後現在岸田文雄可能在五月七號或八號 會到這個啊 這個韓國訪問 上一次日本領袖到韓國訪問是2018年 當時是這個安倍啊 參加了這個韓國的這個冬奧啊 那麼當時的文在寅還最還最心理說 能夠靠中國的協助 讓北韓的核武問題可以得到控制啊 現在回過頭來 其實剛講的沒有錯 北韓不用再叫了 因為他過去就是用讀詐的方法 在欺騙世人說 他會停止核武的發展 現在包括南韓 包括美國完全都結醒 認識 坦白說 某個角度來看是等於是 半島的核武化這個策略是必須調整的 因為對方根本不遵守 而且中國說他要來協助在六方會談 他根本是兩邊在這個這個放假話 所以他現在等於說啊 我們可以講 整個亞洲的地區啊 整個所謂的自由體系的聯盟 是完全的覺醒的過來啊 那麼所以談到這裡啊 就必須提到一點 就是2024年1月 明年1月的台灣的大選 一定是全世界關注的 也就是說啊 當菲律賓跟韓國啊 在一個選舉完了之後 整個國家路線的改變 那麼讓整個亞洲東北亞地區的情勢啊 形成了一個這樣的連鎖效應 現在各國都在關注 台灣的20241月的選舉 會不會發生變化 如果發生變化就表示說 整個在這個 這一個所謂的第一島鏈當中 又出現了一個破口 我想這個可能是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甚至包括韓國 都會關心的事情 好我們稍後回來 好那我請教賴老師 這個美國的金融大亨判斷 美中處在一個戰爭的偏遠 特別擔心的是2024是大選年 這裡頭可能會有戰爭的危險期 那整個西太平洋第一島鏈 從東北亞 朝鮮半島 現在雙方都加碼合物 然後緊接著在台海針鋒相對 然後在南海的圍堵 事實上也是寸步不讓 那這一回合美韓的軍事同盟之後 可能會扭轉整個 東北亞的局勢跟結構 當然那個Ray Dalio 他那個橋水基金的那個主持人 他基本上 他一向都是對中國 特別特別的這個看好 那所以說他是所謂的那個 那個對中國特別看好 這樣的一個 主要的基金的操作人 那當他現在都對這個美中關係 都覺得非常危險的時候 那我們就知道 連這樣的人都在看 就表示說美中關係 目前這個狀況在華府裡面 的確感覺到 這個危險的程度是比較高 那實際上我們在看 在這個月 實際上從上個禮拜 一直到這個禮拜 接連幾個事件 他對於這整個 第一島鏈的未來的發展 其實非常重要 我們知道韓國 就是他在上個禮拜 這個韓美 他也在華盛頓的華盛頓宣言 然後呢 在這個禮拜 接著就是菲律賓的總統 馬可是他會到美國去訪問 然後在 接著呢就是在 同樣在這個禮拜 韓國和日本 他們之間呢 也有新的這樣一個 峰會的一個舉行 所以說這幾個事件 實際上對於這整個 第一島鏈他的整個態勢 如果說我們跟一年前來相比 基本上可以是天翻地覆 南遠北側的一個發展 一年前的時候是怎麼樣 韓國是文在寅他在位 然後在當時在去年那個時候 還是怎麼樣呢 菲律賓是這個小馬可塞沒有上來 是都特地他還持續在位 都特地非常繁美 文在寅呢比較親中 所以說可以看到在去年的時候 如果說就第一島鏈來講 韓國和菲律賓基本上是沒有到位的 有美國他有這個日本 他有澳大利亞 以及他還有一些歐洲的這邊國家 會跟他協助 但是最重要的韓國包 以及這菲律賓是沒有到位 但是我們看從這去年選舉之後啊 包括說以席越上來 然後對小馬可塞上來 他們先後對於這個美國的態度 現在變得基本上是相當的貼近 同時他對中國這個地方 所採取的態度也是比較的這個保留 甚至對他採取比較強勢的要反擊 特別是在尹錫越這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新的發展 那對於韓國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去年尹錫越上來之後 當然在去年八月 這個裴洛西他來台灣的時候啊 後來他到韓國 就要尹錫越沒有見他 在韓國裡面受到非常多的人的抨擊 那實際上在當時給人感覺 是不是尹錫越啊 還是有點勢大主義 那不太敢得罪中國 但是我們看到反而是去年的年底 在十二月的時候 韓國他出版他的印太戰略 出版印太戰略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訊號 因為中國他就是痛恨印太戰略 那韓國在文在寅的時候 打死不願意去有任何這方面的主張 都是提亞太 但是當尹錫越上來 他開始這個要提印太戰略的時候 就表示韓國他本身啊 他的風向是有在改變 那當然改變到現在 包括到這次的華盛頓的這個宣言 可以說是尹錫越上來之後 最重要要給南韓他的這個整個戰略定茅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發展 所以說尹錫越這次他不僅到華府那邊有這樣的峰會 還特別包括到這個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那邊啊 哈那就是很有名的這個國際事務專家 也擔任過美國的助理國王部長 看他由他主持這樣有一個這個演講 那在這裡面實際上可以看到 在尹錫越上來之後 除了這個印太戰略之外 他包括在台海的議題上面 他也跟美國這邊呢 共同的這個立場 而且採取得非常強硬 他甚至也主動提到 台海的議題啊 絕對不是這個雙邊的中國內政的問題 而是全世界的問題 換句話說現在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在有關於台海議題上面 已經出現不僅是國際化 而且更重要是全球化的一個態勢 因為不僅韓國那個尹錫越有講到 包括說德國的外長 那個貝爾貝克 他在日本的時候 以及在中國 他也都有提到 那個類似這樣的一個主張 所以說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新的發展 那另外一點 其實韓國和美國這樣一個宣言 當然華盛頓宣言 裡面很大的重點 是有關於啊 這個韓國的核武 一方面是說 其實在韓國相對於日本來講 日本他有這個非戰宣法 那麼而且日本被核武炸過 所以說日本本身啊 他們在國內對於核子武器 還是有非常強烈的厭惡感 但是韓國相對來講 民意啊 支持核武 擁有核武的這個民意 是超過六成 那所以說在面對包括北韓 特別是俄武戰爭之後 當俄羅斯成功運用核武 他在威懾 或者是在脅迫北約 讓他不敢派軍隊 直接進到烏克蘭的時候 南韓那個地方 在這邊很重要的一個覺悟就是 如果說他發現核武這麼有用的時候 那麼美國如果說他的核武 他延伸的威懾 不一定是有那麼可靠 是不是南韓自己要發展核武 開始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所以這次華盛頓宣言啊 那在這邊來講 就是美國他為了不希望核武會擴散 所以說用這個相當強悍的這個核保證 來希望來交換韓國他不發展核武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所看到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那我請教明傑 這個美軍這一回合準備 加碼核潛艦 部署在南韓的同時 上個禮拜美軍國防部才曝光 在關島的軍事基地 事實上現身了七艘核潛艦 而且呢 今天事實上外電資料也追蹤 美韓未來也準備 直接設立核磋商小組 所以美軍是確實把核武跟核潛艦 直接在第一島鏈上面部署 對這一個美韓之間 元首高峰會這個 等於說拜登跟以許曰之間 現在所謂發布的這個華盛頓宣言 那這個宣言 基本上來講 那根據外電報道說 拜登強調說 絕對不會容忍北韓 那對這一個南韓來發動 或者是美國發動核武的攻擊 如果一旦動手 那這一個政權絕對會滅亡 那這一個等於說 用口頭上的警告 非常的強烈 當然實質的動作 也全面的配合 包含也透露出 那美國可能會在1980年代以來 將近40年間 那首度再度派遣 所謂的二亥二級的戰略核潛艦 那可能是訪問或停靠的方式 那到南韓 那來展現對這個南韓的核武的 這個延伸威懾的能力 那其實這個戰略核潛艦 基本上來講 過去我們觀察 它當然有益於一般我們過去傳統在談的 這個核攻擊潛艦包含像 不管洛杉磯級維吉尼亞級 海狼級 這些都是屬於傳統的這個核攻擊潛艦 但是二亥二級 美軍現在來講有14艘 完全它的一個戰略的一個打擊的目標 是完全不同 那特別是二亥二級 上面有這一個24管的 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發射三叉戟二型D5 這樣的一個潛射的核子彈道飛彈 那最重要的是說這一型的飛彈 其實它這幾年已經進行過性能提升 包含它可以攜帶W88的這一個核彈頭 那高達47.5萬噸的這個核當量 是當年一枚來講 就是當年投資在廣島 這樣的核武的20倍的爆炸威力 那它已經換裝 戰鬥部還有它的導引系統 有一個叫ALT370型的這個W88型 那如果要進行比較小規模的核打擊 先前川普政府任內也在開發所謂W76-2 這種戰術核導彈 那還有同時它彈體本身 三叉戟二型D5 基本上有一型已經進行過 也就是LE2 也就是LE2 等於說彈頭跟彈體全面都更新 未來就算換最新的哥倫比亞旗的戰略核顯艦 也會沿用這一型的潛射洲際彈道飛彈 那所以基本上當然它是一個 美國最具打擊的一個代表性的核武 那更重要是說它有益於過去 就算美軍派B-52 轟炸機或者B-1B的轟炸機也可以 攜帶空射核武 或者是 它有這個義勇兵三型陸基的核武 但是再怎麼樣 完全都比不上 這種二亥二級 它可以在水下長期逆中 所以我們觀察 當然二亥二級它不會固定 進駐或部署在譬如說輔商軍港 它是會這個不定期的停靠或訪問的方式 就是在這裡現身 那直接就等於說警告北韓說 我有一艘戰略核潛艦 就在這附近活動 那其實我認為更重要是背後 其實是劍指中國 因為在這一個地區巡弋 因為剛剛談到三叉戟二型 它射程可以長達1.2萬公里 它只要進入太平洋 基本上北韓 俄羅斯跟中國 都在它打擊範圍之中 所以一艘固定在這裡現身 其實對於這三個地區來講 就是一個強大的一個核武威擇 那當然還有最近其實 已經在關島現身一艘 緬英號就是屬於二害二級的 戰略核潛艦 而它跟過去 其實2016年17年的時候 還有一艘也是二害二級 不過它是由二害二級改裝 總共有四艘的巡弋飛彈核潛艦 上面是可以搭載154枚的戰斧巡弋飛彈 跟搭載核武的這個戰略核潛艦 是不同的性質 那當然如果真的 這個北韓動用核武 其實先前 長期日本的長期大學 有一項模擬核武的這一個 等於說測試 那就有一個統計數字出來說 如果今天北韓 先動用所謂核武去攻擊南韓的沿岸 或大都市的話 會造成至少1.1萬人的當場死亡 或者是核武嵐會有擴及到3.6萬人的死亡 那如果今天美方發現南韓 即將要動用核武 而採取先發攻擊的這樣的方式 去打擊北韓的情況之下 這傷亡就會更加慘重 因為這種情況確實有可能導致 中國也加入整個核戰 那長期大學他這個模擬的結果 總共會動用三方 18枚的核彈 那導致高達210萬人的死亡 甚至核武嵐會擴及92萬人 所以整個核武當然的威脅 在朝鮮半島 過去美國就是因為不想讓核武 在朝鮮半島擴張 所以才會在1991年撤出原本 過去也曾經在南韓進駐百枚的核彈頭 那現在又重新恢復 在這裡由核潛艦來進駐的情況之下 當然也是因為整個朝鮮情勢有所轉變 那除此之外 美韓之間現在也要共同來設立 一個核武諮商小組 那這個部分 當然美方是表示 這是沿用過去北約模式 那表示說 這個如果真的有核戰危機的時候 南韓可以加入這個核武的諮商小組 那共同表達意見讓美方參考 但是美方強調就是核武的使用權 完全還是掌控在華富手中 因為特別是核武使用權 其實基本上來講 是美國總統的三軍統帥權 所以其他國家也不能有太多的介入 那還有一個他強調是說 縱然會有所謂的延伸核武威擇的保護傘 但是不會比照在歐洲 直接進駐有大概450枚 美的B612空射型的核彈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雙方有所差異 不過南韓這個部分 當然也要在美國核武保證的情況之下 他必須也要放棄 現在南韓內部民調 聲量高漲的 就是說自行研發核武的這個部分 那可能他也要必須放棄 來自己研發核武 那當然這些核武的動作 那非常的多 包含像美軍最近也首度曝光 先前在4月19號其實 美國才從加州范登堡基地 發射了一枚義勇兵三型洲際彈道飛彈 又飛到馬哨群島 6760公里這樣的穩定性 那美國首度都在曝光是說 這一次歐洲的眼內比較特殊的是 他這一個動用的16B 這個核戰預警的指揮機 那等於說在空中等於說下達命令 給地面的義勇兵部隊 那等於看到 那這美軍的這個戰略部隊 那啟動同時用兩支鑰匙來啟動這個核武 等於說從這裡來進行 所謂的對地面打擊的這個模擬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一連串從北韓的南韓的核武的加強 到日本到菲律賓 其實都在把第一島鏈整個外交跟軍事上 全面進行鞏固 好我們稍後回來 庭徽剛剛看到這個隱習月 非常大規模大陣仗的國事訪問 包含了昨天晚上 這個美國現任副總統賀錦麗 跟他聯合召開記者會 這裡頭雙方共同宣示的是 未來在太空領域的合作 太空的合作一方面是軍事 另外一方面也是重大的產業跟供應 包含台灣本身的軍工產業當中 衛星跟星鏈太空產業鏈 都是一個成長中的產業 然而同時隱習月 站隊美國的同時挺台灣 而且呢 他也有可能改變整個東北亞 跟第一島鏈的軍事架構 對我們非常要關注 這個隱習月在美國訪問的 所談的任何內容 因為第一個 韓國他也很希望把他的晶片產業 來講的話跟台積電有所競爭 但是不過呢 因為三星的狀況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呢對最後來講的話 可能還是他們不得不去放棄 有關晶片跟台灣有競爭的 這樣的一個優勢喔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說 韓國可能跟美國要的是 比如說在太空科技生技產業 或者是其他的AI方面來講的話 它能夠有所突破 但是這方面來講的話 就會跟台灣的台積電 還是有所合作的喔 所以之前在講說 所謂的chip4 就四個所謂的晶片的國家 每日韓台 這四個國家的一個共同合作 是未來可能導向 第二個東西我覺得要特別注意的是 他這一次提到的 和威者這個事情喔 這個事情來講 我覺得不單純 因為到上一次我們在提到說 美國的共和黨的候選人 有人提議說 要在台灣每一戶家庭各擺隻槍枝喔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覺得 有點不太對勁喔 因為共和黨內部可能 未來接下來 可能跟著韓國這個概念是一樣 開始在討論 是不是在台灣要部署 戰術型的核武的可能性 那如果在戰術型核武的可能性來講的話 我們回溯到以往在朝鮮半島 美國曾經在1950年代之後 有在朝鮮半島部署過 戰術型的核子武器 到了1991年之後 他撤出之後呢 結果呢現在來講 隱形院又希望 美國能夠回到這個地方喔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南韓他是一個NPT的國家 就是核不擴散國家 他本身來講 是不能自己發展所謂的核子武器 但是如果把美國的核子武器 放在朝鮮半島上面呢 就不是他自己發展的 而是所謂的延伸的概念 John Poulton 他也是共和黨的候選人 他在南韓就已經開始講 而且他下一站 就要到台北來喔 如果他在南韓開始在講說 這個是合理的 而且是美國應該可以思考說 到美國的這個 戰術型的核武部署在朝鮮半島 來對北韓採生一種 規則來講的話 那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性喔 台灣是不是有可能變成 美國延伸的戰略的核子 規則的這樣的一個場域呢 那這時候就帶到一個問題喔 台灣的各個政黨的 所有的總統候選人 要不要對這件事情有所表態 如果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對這個事情就有所說 有所討論的情況之下 那是不是所有的台灣候選人呢 應該做這個表態呢 因為為什麼呢 比如說民進黨的政法呢 2025年的非核家園 非核家園當然不是只有核武而已 還有核電的這樣相關問題 那接下來後續來講 核武這個是一個敏感性的問題 但是台灣不得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講 大家一直在猜忌說 有疑美論 疑美論說戰爭會不會發生 戰爭發生之後呢 這個美國會不會派兵來 那太平洋司令部已經講很清楚啊 他們是盡量讓避免讓戰爭發生 但是威責如果無效的情況之下 還是必須要去打一次勝仗 但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避免戰爭發生 也就是台灣有足夠的嚇阻能力 威責對岸不敢動手 那對全世界目前來講的話 唯一只有一個東西就是核武 你看烏克蘭戰爭 為什麼烏克蘭會解除自己的核子武裝之後 俄羅斯就侵犯他了 如果烏克蘭他是北大西亞國際組織 又有一個核子保護傘在裡面來講的話 俄羅斯敢做這些事情嗎 不敢 你看巴基斯坦跟印度 他們因為都有核子武器 所以不敢互相丟 你看以色列跟這個 以色列自己有核子武器 所以他不敢丟 北韓有核子武器 沒有人敢侵犯他 所以現在來講 整個東亞國家 看到這個局勢發展 如果假設大家在懷疑說 美國沒有能力 可以嚇阻中國發動戰爭 或是嚇阻北韓發動戰爭的話 那是不是自己應該要有核子武器 這個思考就會帶回到這個整個 辯論跟邏輯當中 所以接下來 如果共和黨都已經開始引爆 這樣的一個辯論來講的話 那台灣的各個政黨 包含國民黨的候選人 侯友宜 郭台銘 你們立場是什麼 不是只有合合做台 不是只有說我要和平而已 如果當這個規則的這樣的一個 部署的武器在南韓出現 那台灣呢 日本呢 大家可能都會有開始擁有戰術型 核子武器的時候 你又該怎麼辦 所以這個事情不是那麼的 非同小可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必須要關注到 美國對隱形院的這種倡議 以及提議 以及後續的這個延伸 核武的這個嚇阻戰略來講 到底的進展到什麼地步 以及進展到什麼那個情況 這個大家必須要關注的對象 好 我們稍後回來